今天這條影片和大家去華富邨看看風景 華富邨是香港最早期建成的公屋 初初起源 因為那個地方好架涉 那時候都不是很多人願意搬進來住 加上屋村原子就是雞龍灣墳場 和日治時期的亂葬江 很多迷信的人都不想進來住 但之後陸續多人住了 就帶往了整個華富邨 那村裡面有不同的食事 日用品店和街市 其實是非常方便 而我就是其中一個幸運住在華富邨大的人 華富邨裡面有很多特色的建築風格 好像這些舊式的停車場 連同食店和店舖在裡面 那我現在首先去茶餐廳吃點東西 這裡是一間很典型的屋村茶餐廳 為什麼要來這間吃呢 因為這裡有 好 有一個可愛的貓店長 店長是一隻寶寶貓 好乖好活潑 非常親人 不怕人 常常撩人玩 他也非常喜歡被人摸 好大好奇心 我拍他的時候 不停追著我上機玩 雖然他被人綁住 但其實這個也是店主想保護他安全的做法 老實說 食物就是一般茶餐廳的水準 沒有期望也沒有失望 吃完東西就開始在村內四處逛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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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間就是華富村最有名的快餐廳 每個華富村的居民都應該吃過 現在就走到平台看看幾座樓的外貌 可以看到後面就是智庫花園 當時在華富村附近少見的私人樓 華富村最令人知道的當然就是他們這個無敵海景 村內很多單位都可以看到海景 但很可惜惡住的華安樓就看不到 在這裡看遠處就可以看到南媽島 那幾支煙通 現在看到這些屋村樓感覺很親切 這些一格格的窗、露台 好像寂寞一樣 在華富村住 可以享受和貝沙灣一樣的海景 這些就是宜時的遊樂玩意 這些就是宜時的遊樂玩意 看到有兩隻很乖的狗 主人進了超級市場買東西 這一座就是華新樓 我們一會兒會再進去看看 可能是星期夜的關係 感覺村子不是很多人走 我以前的感覺是 村子很多時候都很多人走 這裡是另一個停車場的天台 其實華富村都算多停車場 其實華富村都算多停車場 小時候沒什麼玩 最多的時間就是和朋友在村子裡四處走 周圍去探險 不過現在很多地方都忘記了 沒了印象 小時候就會在每一座玩足衣恩 經常都會在樓梯上上下下 找地方躲 經常都會走過這些樓梯 現在就在樓梯上加了安全的欄 以前是沒有這些樓梯的 以前是沒有這些樓梯的 我覺得這些樓梯設計都很漂亮 通篷透乾又有花紋 前面見到近一點的一座就是華安樓 在公園那裡曬衣服 就是屋村的其中一個特色 小時候都會幫媽媽拿棉胎下去曬 這個就是上村的地圖 現在這些遊戲裝置比舊時的安全很多 記得舊時有一個很高的攀爬架 是很危險的 的確是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海景 又來到華新樓了 華富村其中一個特色就是有這一種井型的大廈 有很多電視劇電影都拍過 就算沒住過在這裡沒來過 都應該不會覺得陌生的 這裡就是入村會經過兩座長型的樓 其中一座就是華安樓 以前這裡是會排滿了小巴去田灣和香港仔 這一座就是我小時候住的華安樓 樓下的店舖全部都不同了 這幾座就是最近海的座數 在路台上看出去就是這個無敵的海景 今天很好天 海景特別漂亮 這裡又是一個停車場 究竟當時是不是真的有這麼多車拍的呢 這裡是瀑布灣 但今天實在太熱了 去不到瀑布那邊看 希望下次再回來的時候可以去看一看 這條影片來到這裡 希望大家喜歡啦 拜拜